17号选手请上台 大家好 阿嬷阿嬷你快点来 宝贝孙子啊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阿嬷这里这么多人 刚好可以让我做 现场出发 你是我的学习凯摩 当然要帮你学习哦 对啊 还是我的宝贝孙子聪明 这样我就机会变成广同了 我的阿嬷穿着时忙 就连说做的事也常常 同等呼吟给阿兜曼奖 哎呀 你这样拔掉我 我不好意思的啦 阿嬷的故事要同她被公司裁员说去 对啊 哎 财员这个打击啊 让我吃不下 我又早 台号在冷了活动中心 遇到一位八十几岁的阿公 凭着自学 到处说故事给别人听 改变了许多人的 人生 她那活到了学到了精神 让我深受感动 决定重新振作 不管是音语 舞蹈 样样都学 我真的很感谢她 咦 好像有人不相信你会说音乐呢 要不 我来聊个几句给他们听听 那有什么问题 咱们说来就来 首先 嗯 惊讶 惊讶 受不来死 嗯 当然 of course 真棒 阿嬷你说的真理呢 不仅如此 阿嬷还先心跳呢 那是呢 废话 不要太多 哦 经过考我吧 是 真值 来个 论吧 1 2 3 4 再来 嗯 花子 1 2 3 2 2 3 还有还有 更进了的是 我的阿嬷 一百分考去了 汽车降绕 哦 那是因为啊 看不怪有些人喝酒还开车 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家庭 真正就要学 所以啊 还是靠自己怕透懂啊 阿嬷还用退休金买了一台 最新 最顶级的少女车 那是因为啊 要常常带酒工去看医生 做人啊 一定要懂得 职恩 徒报 以前啊 都是旧工照顾我的 现在 我有能力了 把我照顾她 天经 利益的是 从阿嬷的身上 我学到感恩和终生学习的精神 人生七十日才开始 只要有心 没有学不会的事情 即使是七十多岁的阿嬷 也有六岁的获利 伸手矫健 完了完了 我差点忘了我还有 咦 完了我的终于还没卸 我的压力好大呀 感恩啊 这表示你有多数机会 便具备承担的能力 一大早 被闹钟吵醒 她会说 感恩啊 这表示你还活着 已经开了气了 才是觉得热 她会说 感恩啊 这表示你身体很健康 凡事都要感恩 多往好处想就对了 谢谢大家 时间四分十六秒